韩律爆发了搜水油风暴之后呢 卫生福利部昨天公布了第一波搜水油的检验报告 也结果发现来自湖信德工厂的废弃回收油检体 两项数据都超标 其中致癌物质本评比更是欧盟标准的3.3倍 不过呢奇怪的是 从黑心搜水油当中提炼出来的全统香猪油 它的检验结果竟然是全数合格 不过呢专家也质疑说 这一次官方检验呢 独缺的就是锅裂成地下工厂的检体 所以采样是不具代表性的 而且检验报告也没有任何的意义 既无法消除民众的疑虑 反而会恐怕成为不效业者 他们脱罪的证据 实验器材不断转动 检验油品到底合不合格 食药署公布最新检验结果 来自湖信德的三款废弃回收油 酸价超过标准值 质盐物质本篇臂也有两款超标 油脂本身是三酸甘油脂 所以其实整体我们也会摄取油理脂肪酸 那只是说它不符合这个使用的油脂的标准 一般重金属都未检出 不过这次多验了重金属各 证实并非使用皮革油 而动物成分则检出来自猪脂 因此合理怀疑使用回收油 那我们现在验出来都是猪阳性 我们合理的怀疑 它应该是油炸的回收油 合理的怀疑 那么油炸回收油呢 可不可以当食品的原料 再做精致进入食品链 那是不可以的 而祸首之一的强冠 原料油的栓价偏高 本篇必在标准值之内 在检验精炼过后的全桶香猪油 竟然都在合格范围 精炼的过程它会有脱射 脱射还有造化 那脱射造化当中 像譬如说造化的时候 它就会去除掉它的 油泥的脂肪膳 所以在精炼过程 它其实就会降低那个酸值 大家看看这一连串的共犯厂商 从胡信德到全桶香猪油 独独漏了锅裂成的检验结果 所以说食药署强调 检验数值只是科学结果 还要加强原酮的管控 只要原油不合格就要统统下架 但总在出包后才来检讨 政府监控机制何时才能赶载车头 有电TV李天佑李轩 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